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他的一篇文章其实说的是什么事啊 就是这几天议论纷纷的事 北京那小伙子跑到上海渣北公安分局 哭哧哧哧哧哧 捅死六个 捅上四五个 对 杨家嘛 你知道这个事情啊 我那天还给他看这个具体的细节啊 你就可以感觉到在整个十几分钟之内 这个人的这个杀警察的这个意志啊 是那种毫不动摇 而且是那种 你说他能恨成什么样子 他进这个大厅 第一个碰见的是保安 当时他都没想杀保安 就是拿刀把 棒把保安砸晕了 就冲着警察去 上一层楼捅死一个 上一层楼捅死一个 最后你说就跟 我觉得跟猛兽一样 对对对 七个警察控制不住他 拿那个椅子 把他顶在墙上扣住他 这才把他给给逮着 而且还还喊叫 对 你说他在21楼才被逮住了 21楼一直跑到21楼 我听说 而且他好像是非常冷静 非常周密的做了整个计划 在外面先放火 然后怎么进去直奔主要目标 就像你说女警官还不碰 所以网上有一种 好多也变成搞笑了 就是说 这真是齐齐白虎团的这个上海版 而且呢 这个他这个事 你说这个上海公安局 马上就开新闻发布会 我现在发现吧 你这个警方的结论 我们没有像警方那样的 举证能力 你知道吗 我们也不敢说 但是你 确实很多人有很多疑问 这是代表性的 你有意见 不合常理 对对 如果就是说 如果他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 一职就警察 没有任何瑕疵 就特别文明 糖茶 如果一个精神正常的话 一个人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 确实是不合常理 听说他在上海住的 那个小旅馆里边的老板 也说他对 按时付钱 付房费 从不拖欠 对对 为人也非常低调 别的人到那 没事聚到那去看电视 打牌 他从来不参加 好像是个独行 独行侠的 但是我也看过报道 说是跑 跑他们北京家里 找他们的邻居 这邻居老大爷大娘就说 这母子俩脾气暴躁 说是有一回他妈跟那个谁 发生个楼道里发生冲突 这杨家回来之后 说把我们家门都踹歪了 就感觉黑我这暴脾气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狂躁 对 有点就是有点葛 然后再就是有点肘 那样的人 就是说 我就说分析他 我说他是 我在我的文章里面讲 我说那个 如果他是一个外地进城民工 不是一个北京人 可能没有悲剧 我是用了一个可能 就是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的北京人也能忍 有的可能外地民工 他也不能忍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概率问题 就是像杨家这样的 确实是在首都长大 他接受的教育 确实就是说 白了就是规则教育 而且他拜回 说这孩子从小聪明 特别 特别使方这个 讲规则 就说 我过那个小区 他都不走草坪 然后他妈说 大家都走 你为什么要走 他说大家 就是说 破坏规则 我们不能破坏 就是他就是一个特别 重视规则的人 所以呢 已经到了极限 就是比如说 所以我们看那个路 就是有限的四分钟的那个 录音我们就能拼出 他总是在问警察 你旁查 我能根据的 自然法来一条 就是说警察怀疑 他偷自行车 对 现在到底是偷的 还是不是 这个是租的 这个是租的 其实我就讲了 就是在我那个文章的 立论就是说 为什么我 他也是外地民工 不会发生这样的 因为我确实有亲身经历 我是被这个警察查的多了 是吗 太多太多 都看那样像招警察的 我第一次来北京 是93年大学毕业 报道 第一次来北京 一辈子没来 没来过北京 然后拿了一个派遣证 高兴的 我马上成了北京市民了 下火车 从东智门的地铁站 一出来 倒地铁 五点钟 跟那位一个同学 然后一个警察就来 看你的证件 然后我们说 我们是大学毕业报道的 不相信 一定要看我们那个派遣证 看完以后 他就 我当时是特愚昧 我就觉得 这时候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这警察怎么这么差劲 他就把那个 那个啥那个派遣证 就扔到地下 他就走了 然后我们去捡 我说你好歹 也递到我手里 是吧 对我们看的这个派遣证 是命羹子一样 是吧 我要在北京安家的 很郁闷 很郁闷 但是后来在北京 待着时间长了 就越来越理解了 最搞的意思是96年 亚加兰的奥运会期间 那说起12年前吧 我当时住在洞寺 那就是 就是那个 离天门很近 然后看了一夜的女排 决赛 然后就没有睡觉 就早上三四点了 我也不睡了 然后我说 我从来没有看个升旗 其次一次去看升旗吧 哎呀 我老婆还幸亏提醒了 我去 你这带证件 他知道我这个人 特别招警察 我说那行 我就带了工作证 特别招警察 他是有点像 小瓶头 然后瓶头 加上看夜行 脸也黑不透了 我带着 带着 带着 身份证 我都带着 骑了一个 没有牌照的自行车 就往天安门走 走到那个长安街 那个口 东宋往长安街 那个口 一个警察 带了五六个 大概 十年号队员 就 接住我了 您猜 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说什么 他就说 请您出示 你的赞助证 他就认识 哎呀 这个就 哎呀 就觉得很明白 但是我 我觉得跟杨家普一样 我毕竟是农村 好不容易进城的 我就明白 因为农村的教育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进 成了 考大学 留在北京 你就是说 名不与光斗 好像不是眼前亏 这是全部的人生哲学 实在就是个活命 中国人的活命哲学 现在的时候 我是公务员 我是在国家一个 政法一个 政府 国家一个政法部委 长得像民工的公务员 而且我就 中央政法 中央政法委 下属 有一个部委 就像那个部委 就相当于 那个相当于律政司 然后我倒是也不生气 因为自己 自己也成了一个 这个叫做光人了 所以反而就有 心理上有点优势 要不然就有可能 变成孙志高 因为那个时候 遣诵 输得特别厉害 对 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 公务证给他一看 一看看他就说自家人 自家人 那就绝对自家人 自家人 自家人 你看 自家人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 我想想想前一阵 那个欧洲杯决赛 那天晚上 我们朋友里 不是有一画家吗 我跟你说 这交通工具反应阶级 他那天 我们约在一块 说看球 他平常是开汽车的 从来也没什么人查他 他那天我没情况 他说 哎呦 我算知道骑自行车的了 短短的 没没几里地的路 他给警察查了三回 他还说就说 是不是最近奥运 安保还是什么 但是为什么光查 这个骑自行车的呢 你看这就反应 身份 很多人 其实北京没有必要 非得要开车 开车有很多不方便 但是车是一个身份 你开车的 马上 然后那个 开好车的 开好车的更不一样 开那个有那个什么 什么国务院的牌的 那可能就更不一样 我当时我就 也没跟他争 然后他一看的是 中央一个政法 政法激光的 很客气给了我 我就说 你这个 在这个早晨四五点 你就查 查行人的证件 是没有错 这是他的职责 但是你 但是你话说的不对 你一个出示证件 你就出示暂住证 你就是 在你说话 你就是歧视外地 假定对方 假定对方 是在北京暂住 是不是 就 我说你这个话说的很不对 然后他就是 哎呀 不好意思 所以你看的 你长得就不像北京人 对 这得怨爹妈 不能怨警察 所以就这个 所以你看他讲这事 我就让我想到这杨佳 就这个上海公安局 公布的那几分钟的 那个录音 其实你说公布 这录音干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个 潜在的一个 就是说想听听 好像杨佳这个人多凶 对 因为他说话比较冲动 对对 所以咱们也可以听一听 了解一下这事情的概冒 我们来听一下 你不要说这个啊 你不要说这个啊 你不要说这个 什么叫声务尊重 什么叫声务尊重 你说什么叫声务尊重 尊重什么 尊重什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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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看就说这个反应 我觉得其实也挺可怕的 就是咱们都看着 就是网上他那篇文章后边跟着好多帖子 你看那有很多人就是说杀得好 你能感觉到他恨警察 对吧 而且你说这扎老师还给我们找一网上的这个材料 前一阵不是有个地震后山东一个什么文人 写那臭名远扬那个词吗 这个网友他改编 你就可以反映他这种极端情绪 比如说 遇刺难逃死核素 部长换局长户党疼国爱生生入公安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作鬼也幸福 刀光剑影写四箭 窃车贼北京客 堂堂上海 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 共欢呼 这种情绪我觉得很可怕 它又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但是为什么老师一出来是这种反应 我觉得以前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经常是上不搞恶 下不恶搞 他恶搞的背后 其实有一种愤闷 一种觉得我在正当渠道上 没有办法得到正义的结果 所以我就忧你一幕 实际上它是一种无奈的一种表现 然后他觉得其实我这么搞你一下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但是我出了一口气 这里面其实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 我觉得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 并不是真的讲 你说我再回头讲 刚才咱们看那录像 我也觉得我马上有一个问题 既然是这么长的一个过程 最开始后面都有图像 为什么开始那几分钟 我们只听到了声音 没看到图像 确实我一听 杨佳这个声音很粗暴 马上已经很气了 但是当时实际上在发生了什么呢 是不是他在受到了推推桑桑 我这么纯粹是胡猜 也许就是他性格冲动 包括你说刚才你文涛 你说他听说他在林里边发生冲突 上来就踢门 我相信他不是上来就踢门 我听说这之前有过一个 比如他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很认死理讲规则 我听说他妈妈就是 先觉得这个邻居 怎么把垃圾放到楼道里了 他是觉得比如说 这个就像不走草坪一样的道理 楼道里要保持清洁 你既然破坏了这个 那我他就有一种压抑 要反这个东西 这种人可能 其实他心里的正义感其实很强 他觉得我先守法 这是他要 就像你说的 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理可讲 他信力 他信力 多少回就说是上访打电话 什么的要要要赔 但是你知道就是 我感觉到啊 你说这个所谓警方 其实我得说 我现在对于这个警察 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心的 因为要不然国将不国了 对对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太强势了 你知道就是呃 就是这个礼拜天呢 我们要播那个文涛派案就讲这个 里边讲到一些细节 就比如说 这个网上出来很多传言 说呀 他在警察局里给打了 对对对 打了呢 这个据说把小弟弟打坏了 是吧 上师生育能力了 没法证明 上师生育能力 另外一个 不 这是网上出来一个帖子 你说是杨家还是说的 是杨家 说的就是杨家 那帖子就出来 出来之后 但是下边跟着又一条新闻 就上海公安逮着这个 发帖子的人 这人承认是造谣 对吧 可是呢 我就觉得吧 就说你这个事该该怎么说 就是说呃 假设说警察都是秉公执法 认真办事 那自然不用说 我说的很多事 前面加个假如啊 那么假如说 他这个东西 如果是像咱在美国电影里 有时候看到的 警察如果是想设法掩饰 对对 他可太容易了 对 而且你你你怎么跟他 完全不对 你对你这个资讯 各方面你完全不对 等的 对 所以我这就想 我就想起来一个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警察案件 就是警察打一个超高速公路上开车超速的这么一个黑人 嗯 这是在大概是91年还是92年发生的 洛杉矶 最重要的洛杉矶黑人 叫叫Rodney King 对对对 这个事件就是他其实本来可能这种事情不是就只有那一次发生 四个警察打一个打一个人 一个特别壮的黑人 一个特别壮的黑人超速抓住 然后周围还好几个警察围观 对 但是恰好在这高速公路边上有一个有一个住客从他的公寓呃窗户里边就录像机开着就把这整个打人的过程给拍下来了 那么这个证据当然他又是一个私人的不是警察局他就是一个见证人吗 是一个巧巧合 那么这个正这个录像就变得非常著名 然后之后呢 因为有了这个证据 那么后来的判决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因为他其实后来是一个美国是陪审团制度吗 他这个洛杉矶发生这个州级法院判决的时候 基本上陪审团我记得是多数吧 就大概是十个十二个人里有十个人是白人 那判决就无罪释放 四个警察基本上都是无罪释放 然后当即就民愤极大呀 然后连洛杉矶的市长都说我们看见录像了 他确实打人了 这这种人都不能当警官的 然后马上就是打砸抢烧事件发生 是美国历史上大概是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国内动乱 销了大概是几千家商铺 有几千家商铺 华人商铺度设计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另一方面 因为他跟警察接触比较多嘛 警察比较喜欢你 是吧 就是说其实很多第一线的警察 前一阵我们才说 说实话 他挺倒霉的 因为需要这种 比如说暴力 或者需要某些强制 他说他得出面 他要执法 他总是在这个地方 我开始刚进 就是说刚大学毕业进北京的时候 还跟杨家一样的心态 觉得因为我当时也学了那么多法 我觉得你怎么那样呢 我也是喜欢讲理 但是因为是农村长大的 所以就说要忍 但是随着时间的长 我因为工作关系 接触的警察是越来越多 尤其一线警察 我就 就有同情自理解 我就觉得他们确实不容易 他就说 这个地方出了一个案子 你就要现行破案 然后这个地方 比如说有 偷吃行事比较多 那么多少起 多少天以内 你要把这个偷吃行事 这个风给我 撒下去 他这个 他就是这样的 什么一级压一级 就是中国的这个 行政运转还是一个威权 传统的威权政府的运转 就是老大说了说 这就我们看随后就是这样 那个 食了生成钢 那个支付就把那个 普头姓和 之前就是行进队长 叫来就说 我考了进士 好不容易混到今天 如果这个案破不了 我这个光就当不成了 我要当不成这个光 你也甭想好 过我就要在 乌萨冒摘下之前 我就要让你冲军 然后拿了一个墨笔 在那个和谱头的脸上 写了几个字 然后说你要破了 我就把它擦掉 不破我就刺配 最后的和谱头 只好再到底下的寻谱 寻成压 这个就是这样做的 其实你就过去 我就发现 警察和某些所谓的歹徒 他直接发生流血的冲突 对吧 但是你得想 这个冲突是怎么造成的 他干成的 你把他推到刀光剑影里边 但是这个 你比如说像这个里边 我就感觉到真是有一种两难 咱别说杨家 杨家可能罪有应得 但是他反映出来 为什么很多人有这情绪 我跟你说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说你为什么杀人报复 为什么不通过合法手段 好 但是通过合法的投诉信访手段 如果总是不能得到解决 他就只有 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像你刚才说的 像美国有时候 我能起诉你的政府 我向最高法院 什么什么 他有一个机制 就刚才那件事后来就因为就闹起来了 去暴力手段了 最后只好 就是说联邦法院重审这个案件 再次重审当中 而且他就不仅是集中在这个打人的证据上了 而且他要讲这个警察 警官是怎么训练他们的 他们在执法 可能有种种情况 使得他在这个时候 比如他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警察人是人 他可能就 他会适当的 特别紧急 没错 他处置有可能适当的 而且他比如老胖年这种人 警察的也不是说 因为那个黑人是一米九的高 特别壮 因为每个人可以持枪 当时就是说 他的这个处置 有时警察处置那么一瞬间 他有可能适当 他最后就是说 这个判决就是有两个领头的警官 判了两年半刑 其他两个跟从就释放了 而且这个黑人本人 就是这个 Rodin King自己在上电视 因为已经烧得很厉害了 就到第三天 他上了电视来呼吁 要妥协 咱们是都 反正大家都有怨恨 两边都有怨恨 因为这个涉及到 怎么白人对黑人种族问题了 社区有很多 就跟我们这民工一样 他那个洛杉矶南边 洛杉矶有很多失业的人 那情绪就戒此爆发 他就这个 Rodin King自己出来 说呼吁 咱们必须能不能 他说叫get along 就是说咱们是不是能够相处 这是最主要的 咱们反正都要在一块 就后来他还得奖了 还奖给他一百多万 好像 所以在中国就是说 骑自行车的人和查自行车的人 咱们能不能相处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就说 中国很多反有冲突的事 你光看那些旁观者 你就知道恨了 这个心中 就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多恨呢 很显然社会矛盾尖锐 社会矛盾尖锐 对 刚才讲水浒传 就是这个东西在传统社会 不是光是今天有 你说 而且你说这个又传说他 他怎么失去生意 我就想起这个 史记里边有那个游侠列传 因为这个司马迁就是受了攻刑的 但是他是个文人 所以他 但是他这个武器 他没统汉武帝 但是他很同情侠客 这个就像杨家也是个无 基本上是个无业青年 就是你说没有太社会化 这么一个人 那时候的游侠就是干这种事的 就是说 我报不了仇 我就一死 我就去把你刺死 所以他这个 你看那个网上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 你一看那网民贴的 不是刚才那首 是好多作诗了 萧萧易水寒 什么壮士出门 怎么怎么样 就把这杨家塑造成一个 我记得有个人写了一首 叫少侠行 舍身争得男儿面 四海结传 侠是风 你看这个人叫 这个做的我还认识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从美学的 文学的程度 我赞赏 从道德的 法律的程度 我不赞赏 他说这个怎么分开 他就跟我争起来了 这个叫做费马兴 这个网友 我说那个文学的程度 就是说你写的很美 很有气势 就是就像看那个 一片屠龙一样 看着武侠一样 但是 我觉得我们毕竟 不是水火那个时代 没错 我说那个 我说就是像武松 他情有可原 他杀人情有可原 他却受了很多冤屈 但是他把张路坚的 丫头都杀了 我说这 现在看 这个网上还说 这个人比那个有进步 至少他不杀女警官 说他很有古侠之风 我说这样的人怎么能 你怎么能赞扬他了 但是我就觉得 我们要反思的 就是像杨家这个人 他跟武松 他们那些人还不一样 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性规则 他愿意 他要是不性规则 他是不会一次一次去申诉 是吧 他可能觉得 还有个说理的地方 是吧 这也我觉得也是一个 但是我跟你讲 你讲这规矩 我就想起 我那个 我们家亲戚的一个孩子 我就觉得 为什么老爱 北京人爱说不靠谱 我跟你说 各行各业就不靠谱 不靠谱的突出表现 就是不守规矩 不专业 你知道吗 干什么事 咱就别不光说警察 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一个你像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孩子 我就有点担心 他就属于有点极端 就在班里 认为说好了的事 有点像西方人那种 这一定得按规矩办 你老师你不按规矩办 也不行 但是这个孩子 在班里没法活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别 你教育孩子 总是说真话 认守规则 但是在现实中的潜规则 认识理的 你没法活 那个潜规则就是说 然后你 嗯 嗯